怎么样啊 你一个人主持好吗 不好啦 跟他搭到比较好对不对 对 好事一定要成双对不对 对 刚才听一个体验不够 我们听多一个 是吗 还有啊 有 穿的比白红的 哇 我看一下这边谁穿的比白红 笑得很灿烂 他也是笑得很灿烂 我再看一下 诶 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 可是比我帅一点点 比你帅 我这边恐怖很多人比你帅啊 对不对 还是很有福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坐在有福的人旁边 坐在有福的人 有福的人 我看不到你了 在这边我会分享一下他的人 谢谢 谢谢 大家笑吗 好 我是俄罗斯 是西雅 西枝库的那个野青棚 野色野 非常用心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的体验 我在2005年身体感觉不舒服 体重从80公斤下到大概60公斤 看过几个医生 坐前期间检查两次 确定我得了这个抑郊 在医生的体验下 做了大概20多次那个化疗 整个过程结束 病情也控制住了 不过在2008年的时候 不过在2008年的时候 又复发 他讲话 不然 又复发 那么再做一次那个电疗的 电疗的疗程 那么到今年 今天大概是2月份 分离幼灾 销售价钱 体重原本从58公斤 剪到49 不复 孩子疼痛 一生 确定我 孩子有腹发 还是默契 细胞也 发生到这个 等整个肚子 当时我的姐夫 也是当博士不久 他也是 那个 肝癌 在四年后的 四年后又复发 再三个多月 那个时间 博士 所以我觉得 台中复发好像是 必死无疑 很绝望 那说到心情真是 好像 不疾 就这样我一开始 就说那个化疗 身体一天比一天长 化疗也是不顺利 做一个礼拜 又停一个礼拜 一个正常的那个癌细胞 指数是差不多三十点 我的毒素 我却掉到一千一百多点 那时候是做 做做 我要是躺坐 都会疼痛 都是不可以做 都感到很细胞 我连这个计划的时候 也要跟医生讲 给我一个船躺 不可以坐在等 就再次 这个静心化疗后 我的身体 支出不住 又进了医院 在复诊的时候 跟我的太太 跟她的长得尊重 经历到那个 我太太的顾客 你是不是信仰 信仰在哪 信仰在哪 信仰在她的妈妈 各位妈妈在看一身 她妈妈也是患了个癌症 也是刚过手术 可是 心情很开朗 看不出她 得过癌症的人 所以她 鼓励我 念那个 南无妙法莲花经 才有那么 有精神 能够我活力 她不但鼓励我 尝试 念这个 妙法莲花经 我一向对这个宗教 不敢信仅仅仅仅 不信仅仅我 听到她口里 又看到她这个鼻子 我肯定不妨 回家试一下 当肚子又痛的时候 开始从那个窗口 我没有 没有取一本尊 从窗口向东 就念那个 那个... 叫什么叫 南无妙 对 不是 天啊 原本很诚心的太太 她是拜官兴的 谢谢跟我练这个 人妙 她还带着我生日最爱的孩子 去参加了个座谈会 好像每个礼拜有座谈 她就带我她回去参加座谈会 以及她干事结识后 干事文族经常到我家 陪我这个念经跟福利物 结识这个佛法 道理给我听 我真 我没了这佛法没了 所以每次来叫我结识给我听 就这样我看到 在短短操作师 三个星期后 妙法的力量 我提供力量都给我的 好像有体会到的 练得好像精神比较好 肚子没有这么炸 没有这么硬 这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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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